好,各位同學好,我是崇尼堅老師 那今天呢,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資料的顯示方式,然後呢 如何正確或適當的調整儲存格高度跟寬度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在輸入資料的時候 不太可能每一筆資料進入某一個儲存格 寬度、高度都是恰當 文字跟數字的呈現方式或它出現的結果都不見相同 好,那我們怎麼樣去調整比較適當的高度或寬度 好,假設,我們現在在這一格 比如說呢,我輸入一個數字 然後這個數字的位數很多 比如說123456789 0123 那你會發現,你現在都可以看到你打的數字 那因為寬度不夠,它會往下掉 可是當你Enter告訴它,你資料輸入完畢的時候 你會發覺,它會出現這種1.234571加12 它這個邏輯意思是說 Excel的資料允許在你的小數點左側就是整數的部分 只能接受九位數 可是我剛剛打的遠遠超過九位數 它就會用這個所謂的數字沉密表示 好,那個1就是一個科學符號 它表示成這個 那意思就是說,我的數字大概12345多少 然後總共呢,我輸入了12個位數 所以那個12就是10的12次棒的意思 這個就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變成說,你要輸入 數字資料很多位數的時候呢 你可能齁,就要呢 多先把欄寬先建立出去 中文的呈現方式啊 跟這個又不太一樣 好,比如說我在這裡 我在這邊打一個 OK,台北市中正區 就這樣 好,一樣你打到看到字這麼長嘛 對不對,都看到了 可是你Enter之後 你會發覺 左側的字啊被遮掉 因為你的寬度不夠 所以呢,文字資料啊會被遮起來 然後右邊這個錄一段啊 侵入到C1的資料範圍內 可是呢 有真的進到C嗎?並沒有 你滑鼠點在C這裡 你就會發現 它資料編輯也是空的 表示這一格並沒有資料 你所有的文字 中文字還是在筆碗 那我們就要把它拉開 拉開要拉多開呢? 其實你把滑鼠 到欄跟欄中間啊 你的滑鼠符號會變這樣 所以各位在使用電腦軟體啊 你真的要多注意一下 滑鼠游標是怎麼變的 比如說像Excel來說好了 我們的游標在裡面啊 是白色十字 然後移到這個 儲存格的格線上 已經選取的 綠色框的格線上 出現這個符號 好,我們剛剛介紹那個 班尼儲存格的時候 我各位看到 然後你再移到 這個綠色框啊 這個儲存格外框 右下方有一個小矩形 黑黑的 好,十星的 你靠近它的時候 你滑鼠游標 變成一個黑色的十字 然後你再移到上面 藍跟藍中間 變這個符號 雙箭頭 那你移到裂號跟裂號之間 也是雙箭頭 但是上下 所以雙箭頭是左右 表示你可以移動 你移動這個藍 好,那移到多少 就適當 不要拉 直接按兩下 直接按兩下呢 就是它會去幫你計算 你的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寬度需要多少 才能全部出現 然後像這個也可以 可是你會發現 因為它已經把它 弄成科學記號 所以你再拉寬 它也出不來 好,它數字已經變成那樣 所以呢 文字資料可以事後補救 那數字資料不行 位數真的 超過9位數的數字啊 你在資料輸入的時候 就需要先把藍的寬度拉開 然後你也可以把列的寬度拉開 你會發覺 我現在這裡按兩下無效 為什麼 因為我的字的大小 它還放得下 所以你可以去調字的大小 試看看 你會發覺啊 它高度會自己撐開 像是最四寬度 那我乾脆拉開給你看 好,那拉開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它的文字會掉到下面來 那這是誰在影響 誰可以調整呢 這裡 所以這一個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在一個儲存格裡面啊 靠左至中靠右 那上面這三個呢 這是水平的 啊,這個是管垂直的 靠上至中靠下 就變這樣 各位就可以發現 那這意思就是說 不管你的藍拉多寬 你的列拉多高 它永遠在正中央 就是這兩個影響 這是水平的 這是管垂直的 上中下左中右 各位這個你要記一下 然後另外呢 如果你覺得 要再更進一步去設定 它的呈現方式的話 還有一個地方 第一個從這邊 點一下 好,你就可以看到啊 它可以順時針 逆時針 那很多人就會說 這個到底什麼時候會用到 那我們必須講 應該說 你今天建立一個資料 比如說啦 你的格子 你的格子本身 對不起,我先調回來 你的格子本身呢 不適合拉那麼寬 好,為什麼 因為右邊可能有些資料會放不下 好,那我們就考慮啊 字還是給的比較多 而且要調大一點 因為這樣比較好識別 然後你去調這個 讓字會往右上跑 那邏輯就是說 在我們的格子裡面啊 寬度高度如果允許的話 我可以不用那麼寬 可是就可以看到 我要讓它看的字 讓所有人看的字 然後呢 而且它夠大 為什麼 因為如果小的話就不需要 所以這個的呈現方式應該說 在過去 在過去 資料的呈現方面來講啊 不像現在比較多彩多姿 什麼意思 你可以列印出來 你可以在螢幕上面看 而且現在的螢幕大小又不一樣 所以在Excel裡面齁 應該說從早期的Excel到現在啊 有很多功能它一直保留下來 因為它不曉得使用者 在什麼時候會用到這樣的功能 所以要保留下來 那你會說奇怪 現在還有人這樣用嗎 這個齁 我們覺得不能這麼武斷去說啦 因為一個軟體要 面對的是很多人的去使用 所以這裡呢 是希望各位記得 你在資料的輸入過程 你要去控制欄寬 你要去控制列高 你可以用拖的 你可以按兩下 好 讓Excel呢 幫我們去抓 最適當的欄寬是多少 它設定的最適當欄寬 裡面的資料 最寬的部分再多一點點 它是留一點空隙 讓我們可以再調 那你就 是你的需要呢 去做拖椅 然後拖椅出來的寬度高度啊 就是你要的 不過現在的版面應該比較少這樣設計 各位應該比較少看到 應該都還是水平或是單圖的垂直 然後像這麼多的自串 應該是會 比如說用跨欄至中啊 或者是 那個 乾脆呢 用直的 然後給它很大的列 很高的列去 去做那個 呈現 然後再次進去 再次進去 再次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